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一下 我們在之前已經把微分的部分已經交代了 交代的部分全部通通是用直角坐標系統來做 我們在講完積分以後 我們就要把它轉換成求坐標跟援助坐標系統 在還沒有講到其他的坐標系統之前 我們先把積分的情況交代清楚 讓你們整個知道向量的運算 微分的運算是怎樣 積分的運算是怎樣 再來把它轉換成所有的不是直角坐標系統 來運算 那積分的部分的話 你們在大一都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 我一個所謂的平常的積分 那我說一個函數 它隨著fx的變化 那你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所謂的積分呢 我從A點到B點的積分 大概每個同學都應該了解的 那我們看一下好了 我們找個同學來問問看 所謂從A點到B點的積分是什麼意思 好這邊穿綠碎衣服的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嘲笑人家 同學 大聲一點 什麼面積 為什麼是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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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積分的意思是什麼 把它加起來 加什麼東西 要加什麼東西 把什麼東西加起來 把他那個他 把他那個他是什麼 蛤 把什麼東西加起來 把什麼東西加起來 OK 我同學帶你回答了 把fx 跟dx 把它加起來 那dx呢 它趨近一點 OK 換句話說 我要把fx dx呢 每一個dx 然後fx 然後dx 你就看到它一乘起來 就是這個面積 那dx很小的時候 這個面積呢 就接近這個 曲線下的 的面積了 本來是一個長方形的面積 當dx很小的時候 就接近曲線下的面積 你現在從a點 到b點的部分 你全部通通要把它 分為非常小 非常小的dx 然後去把它加起來 當dx 趨近於0的時候 那就是跟這個曲線底下的面積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這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好 那依照這個觀念的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 假設 我現在的fx 是 某個函數 的微分 那我把 他 從a到b 再把它積分起來 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結果是什麼 g v 減 g a 對不對 這是 在x等於a這一點的g值 減掉x等於b的這個g值 好 這是 平常我們看到的 這個 這個 積分你們都已經了解的一個積分的情況 那現在 我們 希望的是什麼 把這個觀念把它應用到我們剛剛所講的向量的算壺上面 那 應用到向量的算壺上面的話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你現在 只是針對一度空間 一個變數 我現在希望它變成 三度空間 首先如果你變成三度空間的時候的話呢 那 好 好 或者我們先把它變成兩個變數或三個變數好了 好 OK 那這個呢 很簡單的 你只是對 把yz通通並值 然後把x的部分 再做微分的部分 然後在x方向你把它g起來 就是sum起來 只是針對x方向 當你是三度空間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不只考量x方向 我還要考量y方向 合計方向 合計方向 接著你 想到的是 我必須要同時考量三個方向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關係啊 再進一步的 我的a點 一樣的是三度空間 那它的 a x a y a z 這是a點的位置 那當然你可以說它是a向量的位置 或者a點 那b點的位置呢 b x b y b z 這個微分的部分呢 變成了gradient 變成了gradient gradient的意思是什麼 你也知道 我說這個是g好 跟它匹配好 這個gradient的部分就是什麼 在i方向它對x為分 在j方向它對y為分 在k方向它對z為分 後面的東西呢 本來它在x 本來它在x方向你積分的時候對x 但y方向微分的時候對y 所以我直接把它dot一個向量 dl dl dl是什麼 在i方向它變化量是dx 在y方向它變化量是dy 所以這兩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東西 一dot起來以後 就是我們考量了三個component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對x方向 再對y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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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整個結果是等於多少 我說它是等於最後的點 點 終點 跟起點的什麼 值的差異 所以我們直接看到 這個的結果 就是等於v點 vx vy vz vx v禁掉 a. 2ac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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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直接從一度空間推導到三度空間的情況 那你在整個推展過程完畢以後 你看到這個整個結果 你會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我們這個結果 只跟終點跟起始點有關係 跟你這三度空間裡面 你從A怎麼跑到 B 你從A怎麼到B 你的路徑有沒有關係 在這裡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 跟他的路徑完全沒關係 所以如果依照這個整個結果看起來的話 假設我的A點跟我的B點是同一點的話 換句話說我從A 積分積了一圈回來 回到A的部分的話 那我的軌點 G.dl是等於多少 0 OK 我們平常把A回到A這個 外面繞了一圈 我們把它寫成 我們把它寫成 close的一個loop gradientG.dl 那它得到的一個結果是等於0 那有沒有問題 那在物理上面 假設這是一個例的話 你們在大於普通物理 你們在大於普通物理 一個例 D.dl 它是什麼 公 對不對 從A點 做公 回到A點 等於0的時候 這個例是什麼 保守力 對不對 它不是摩擦力 不是非保守力 所以基本上面 這一個向量 OK 當它符合close等於0的時候 它是有一些物理意義存在著 在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 那 當它等於0的時候 這個例 這個例 就是如果 如果 軌點G 是一個例 那這個例就是什麼 保守力 OK 那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 如果我們G把它換成是 這個電場的時候 那電場所產生的電力 就是一個保守力 這是我們後面會看到的 好 那我把時間交給你們的助教了 好 好